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每个清晨都会陪妈妈到市集去帮忙卖馄饨 这一天小恩像皮儿一样在档口帮忙妈妈 嘿 卖馄饨 我家的馄饨很好吃哦 有菜肉馄饨 鲜虾馄饨 还有特制的羊肉馄饨 来来来 快来吃馄饨了 哎 叫我一大妈来试试咱家的馄饨哦 当小恩像妈的团团站时 一个身穿破烂理小瘦骨如柴的老婆婆 握住她的手 对她说 小小朋友 你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碗馄饨 和我身上没钱 可以帮帮我吗 隔壁的王大叔连忙喊道 哎呀 你这个臭脖子 你看你全身脏兮兮的 还不快走 别在这里挨着我们做生意 快走 快走 小恩甭管她 小恩听了王大叔说的话 心里很不舒服 他牵起老婆婆的手 请老婆婆坐下 准备了一碗热乎乎的馄饨汤 挤了一些干粮给她 希望尽自己的能力 帮助她 老婆婆留开钱 握住她的手 说 你真是个少年的女孩呀 大家都嫌我脏 嫌我臭 没有人愿意帮我 婆婆没有钱赴你 但我这里有只赶面棒 你以后用它来赶面这馄饨 它会给你带来好运 婆婆希望你能永远保有一颗散良的心 说完这番话后 老婆婆就故底盘伤的离开了 小恩把擀面棒交给了妈妈 从那时起 小恩家有很多千里飘下 一下锅就卖完了 蛋口天天排场了 大家都说 小恩家有很多 多了一份说不出的香味 小恩明白 这是老婆婆送给她的礼物 从此之后 小恩更加努力帮妈妈 卖红托 他把再来的钱 都拿去做上香 帮助了很多勤困的人 喜欢唱歌的小恩 也常常在荡口唱歌叫卖 买混沌 呀妈呀买混沌 买混沌 要是你没睡我家的混沌 翻来覆蓄一夜 谁要心不闻 要是你是早已不知不早呀 还是请你明天到上趁点心找的 来又来 我家的混沌 太好吃 小王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宜善想而不稳 小王因为有一颗善人的心 才会抓出救人的行为 也因此造福了很多的人 谢谢大家